歡迎 嗨 各位在這位現場小朋友 以及大朋友及來賓們大家午安 我是小圓小丑 今天很高興能夠來到這邊 和大家共絕善緣 希望在這下午三個小時的時間 能帶給大家歡樂 把痛苦留給我們自己 所以只要我願意 一定就能做得到 這個是智力更生協會的一座民園 也是我們劉理事長 重新規劃了一個非常好的路 也就是生命的密碼 所以我們今天也請到我們的劉理事長 來幫我們講幾句話 我們歡迎劉理事長 掌聲鼓勵 各位現場來賓 先生小姐 大家午安 我是身心障礙自力更生創業協會負責人 今天非常高興也很榮幸 我們這次主辦了這樣一個活動 我非常感謝我們快樂愛心這個志工團隊 接下來由小圓主持人來把整個這個節目呈現給我們 親愛的好朋友們 今天的節目非常精彩 很多都是我們 志工團體 身心障礙者 來精彩 而且非常溫馨感動的一個節目 我希望各位會喜歡 首先我跟簡單的各位介紹 我們身心障礙自力更生創業協會 我們一直在服務身心障礙者 在職業訓練 職業訓練 我們開了兩個庇護工廠 都是手機維修 我們跟神老國際合作 我們開過兩個手機維修庇護工廠 而且我們庇護員工都是達到基本的工資 首先我跟各位簡單報告 另外我們今年協會 跟我們身心障礙的朋友們 我們發起了一個非常有意義的活動 那就是我們希望 也確定了在一年365天 我們每天會送餐 送給誰 送給萬華區的獨居長輩 獨居老人 這些獨居老人 都是由我們社會局提供的 他們非常的需要大家的幫忙 他們都是沒有辦法被政府這一塊來補助到的 所以說他們連餐點 而且他們都是重症窩床 還有八位都是身心障礙者 非常非常的 我們不敢講可憐 真的是非常 那我們協會發起這個運動 只有一個 有一個 就像我們剛剛小元主持人講 我們雖然是身心障礙者 但是我相信 只要我們願意去做一件事 就是再艱苦再艱難 我們都會達到 我跟社會報道 我收到了我們社會局的公文 我發覺我嚇一跳 全台灣 只有我們身心障礙者 智力更生創業協會 在做老人送餐的 很多很多的團體都送了 我們居然我們長官嚇一跳 做夢都沒有想到 身心障礙者送餐給獨居老人 只是我們人力有限 我們目前 因為萬華區有一千多個獨居老人 當時社會局科長 我們心裡記得非常難過 我們只能一年幫助十位 那我們選出了四位身心障礙者 也都是很有熱心 現在我們已經送餐送了一個月 那我們的經費怎麼來 我跟各位報告 包含我在內 我們協會副理事長 我們協會的幹部 一共有三個人 我們非常非常認真 很辛苦 我們都在街頭 在募塊 都是十塊五塊 五塊十塊 累積起來的 到目前三十天 我們沒有欠 我們沒有欠 所謂的這個餐費 我們還有給身心障礙送餐的 郵費 還有他的餐費 我們都沒有欠 我們每天發 所以我跟各位報告 我們是由政府來監督 來督導 我們今天協會 幫助了我們身心障礙者 讓他就業安置成功 然後我們回饋回來 我們自己再走出來 去把這些餐點 由愛愛院 由營養師 他們親自做了這些餐點 我們再來給他認購 我們再送到獨居長輩的家中 所以說這個任務是非常的艱巨 我們希望我們人民有限 我們希望我們社會大眾 有錢出錢 有力出力 請大家有愛心 發揮您的愛心 我們來把這個運動發揚出來 讓我們全面的 全國的都會注意這個活動 我們希望將來是郭台銘 我們希望是這個 我們還有這個王雪紅 這些董事長們 他們來 因為有太多太多 都需要來做這些愛心 做公益 所以我今天天賦在這邊 很誠懇的拜託 來到我們這邊的愛心人士 哪怕是你一塊錢 五塊錢 贊助給我們這個活動 這叫做我們身障者 每天一年三百六十五個 送餐給這些獨居老人 獨居長妹 天賦在這邊 很請拜託 謝謝你們幫助我們這次 接下來當然今天的活動 雖然是一個娛樂性的活動 我們只希望 這些溫馨的時刻 給大家一個美好的回憶 我更希望 我們這些身心障礙的機構 庇護工廠 今天在這個活動 都有我們這些愛心的人士 來贊助 認購 他們的產品 我也跟各位報告 像剛才 雖然有愛心的廠商 他願意把今天的 原油券 他說也不會來跟我對講 全部捐給我們 我真的心裡非常感動 他堅持告訴我 拜託拜託 都不要 我們也不要贈品 我們也不要獎狀 我們都不要 現在是大家 所以我希望 大家 來真正的我們一起來做 這樣一個愛心活動 好 不好意思 我耽擱大家的幾分鐘時間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 我們謝謝李市長 來幫我們做簡單的支持 這就是智力更生協會 他們真的是 雖然是殘缺的花朵 但是他也能夠吐出永遠的分發 將愛散播在每一個角落 我們再次感恩鼓勵 我們的劉李市長